水果可以說是最好的飯後甜品 又健康又有營養 不過怎樣切水果都是一門學問來的 想方便自己吃 或者切好之後去招呼朋友 那就一起學一下怎樣切火龍果 芒果、土、菠蘿、橙和牛油果這六種水果 第一個要教的就是火龍果 做法很簡單 先切頭和尾 再輕輕地在中間切一下 之後把皮去外撕 之後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切粒 這樣便完成了 第二個是芒果 要留意它核的部分 先切了它的頭和尾 然後順著它的核 將左邊和右邊切開 然後有兩個做法 要是在上面切幾條橫線和直線 切成格仔 再把它翻開來切粒就可以 第二個做法是你用匙羹 沿著邊位筆出來再切粒 再把剩下中間的部分都去皮 這樣便完成了 第三個是肚 要留意的都是它核的部分 先沿著肚本身的肚本身很小 先沿著肚本身的肚本身的肚本一圈 就可以分成四塊 再將其中一塊的核莉酒 每一份再切開一半 連皮吃也可以 用刀切走皮也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第四個是菠蘿 看起來好像很難 但知道了技巧都可以很簡單切到 先切左頭和尾 在中間切開 分成兩塊 再在每塊中間切多一下 分開後再切多一下 總共會切到八大塊 每一塊切幾下 但不是切到底 再沿著皮切一下 每一塊都是這樣做 這樣就完成了 第五個是橙 橙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切十字錦 先打直輕輕切一圈 再打橫輕輕切一圈 再打橫輕輕切一圈 一塊只要切開 再打橫輕切一圈 再打橫輕輕切一圈 然後把皮拿去外面切一圈 再打橫輕切一圈 先打橫輕切一圈 再打橫輕切一圈 剥皮後再分開一塊塊就完成了 最後是牛油果 好像橙切十字 即是先打直輕輕切一圈 再打橫輕輕切一圈 分開它們 再拿走核 撕走外皮 之後切片 就完成了 對 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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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